換各位來練習 也一樣 並聯 1歐姆跟2歐姆並聯 他現在告訴我的是2歐姆的是1.5安培 剛才告訴我的時候是 電池的電壓有6伏特 條件換了一下 然後問你1歐姆的 我換多少 然後再問你電池提供多少 回到看1歐姆的 回到看1歐姆的 你只有個R 你要算 你需要知道I 電流 或者知道V 電壓 你覺得算誰比較方便 其實都一樣方便啦 因為如果你有觀念知道 我病年的時候誰一樣 病年的時候誰一樣 其實就一樣方便啦 一個可以用你的筆算 一個可以這樣算算 OK 你要算出電流 或算出電壓 帶工具帶進去 你就知道 記得每分鐘要60秒 那就算了 然後電池的提供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電池 看電池IPV 也可以去看外面的總消耗 等於電池的總提供 怎麼算總消耗 可以用總電壓 總電流 總電阻算 也可以分開算 然後把它加起來 這個我已經講過好幾遍了 看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好 第一個問題 一歐姆的每分鐘轉多少 一歐姆的轉多少 停車戰界問 一歐姆的轉什麼 一歐姆有多少 可愛的大帥哥或大美女 29 你跟什麼 540 五四棟 請坐 540 要算出一歐姆的 要知道電壓或電流 那我取電壓 你也可以用電流 我取電壓 我為什麼取電壓 因為這是個病聯電路 電壓會 一樣 所以一歐姆電壓就是兩歐姆電壓 然後兩歐姆因為我有電流 我有電阻 我就可以求電壓 就可以求電壓 在上學期學會的事情 所以 我們就知道兩歐姆的 R跟I 我就用V點I 來求出兩歐姆的電壓 算出來叫做 三伏特 那麼兩歐姆的是三伏特 因為他們是病聯電壓會 一樣 好啦 那有電壓 有電阻就可以求啦 V平方出一歐姆一踢啊 V平方出一歐姆一踢啊 然後就往裡面帶就好啦 好 算出來就540焦耳 所以答案是五四棟 五四零 OK 那電 電池每秒鐘多少咧 剛剛講過了 第一個你去算 加起來 直接算電池 ITV 因為它沒有電阻 就只有ITV可以用 或者呢 去算所謂的總電阻 總電壓 總電流 算出總消耗 等於總提供 或者是一歐姆算出來 再算個兩歐姆算出來 然後把它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也可以 都可以 那這樣子做完之後 每秒鐘提供多少咧 這樣做完之後 每秒鐘提供多少咧 我們要找一位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7-7 你問什麼 中間 7 How Bell 他在喵 吩咐 3 13.5 還有.5的喔 請坐 seulement deaf 請坐 來我們說我們可以用總電壓、總電阻、總電流求出所謂的總消耗 然後或者是說算出就是我看電池就算ITV嘛 找到電流算進去 然後呢因為我剛才已經有算出了一歐姆的 很想要可以直接算出個兩歐姆的 到底加起來就好了 總消耗等於總提供嘛 所以我可以第一小題算出來做到三伏特了 所以呢算第一個一歐姆一秒鐘9交2 兩歐姆一秒鐘4.5交2 就是V平方除以R乘以T 然後呢就把它加起來 13.5比較好 你可以回家自己再嘗試一下我講過的不同做法 算是鍛鍊練練習一下 你對於過去在算電壓電流電阻的那些計算的能耐 看你是不是真的很清楚知道該怎麼處理怎麼算 反正答案就13.5 這又是我們的練習20 OK